好 再来插播最新消息 全球最大半导体厂 台积电宣布 赤字最高41亿元 实施库藏股 那么定出了上下线目标价 598到1280亿元 消息一出 美股台积电ADR 标破了160元大关 而在今天台北股市看到 台积电开盘大涨40元 来到894元 也创下了史上的新高价 指数还一度也大涨将近460点 指数开盘冲破21940点 也创下了新高 这台股的最新表现提供给您 今天红海集团里面 红海还有红准跟广宇 个股期都是开高 所以红家军今天会继续有扩散效应吗 另外5371的中光电间的股票期货也大涨 有没有机会在Computex台北国际电脑展结束之后 紧接着要接棒的是军火相关的国防题材呢 因为有将近30家美国国防承包商所组成的代表团 这个礼拜已经来到台湾了 有去参访中山科学研究院 有去参访汉翔还有参访雷虎等等的军工厂商 那跟去年访台的25家美国军火商相比 今年的数量是增加 涵盖的领域更广 但是他们的行程也是满低调的 好目前呢 大盘指数一开盘就直接跳空开高大涨超过了400点 台股呢 现在距离22000点又只有一小步的差距了 今天大盘呢是再创历史新高 台股今天一开盘就攻上了21929点 最主要当然是护国神山台积电来领军 包含了鸿海昨天公布了五月营收亮眼也来助攻 还有联发科今天有外资把他的目标价喊到1660元 看好他跟辉达会有更多紧密的合作 今天在三本柱的带动之下台股是飞越了前高 再创历史新高了 除了台积电红海跟联发科撑腰之外 现在全职股的部分我们看一下 搞不好我们霸下掉看到广达也来了 广达也在助攻 昨天是零百里设业 再跟黄仁勋会面聚餐 广达目前大涨了2%以上 来到283块 其他贡献多方涨点的还有 有维影也是辉达的四伏器代工厂 目前股价也上涨 日月光风策龙头 还有航运股的万海洋明 另外台达电跟智邦网通高价股 目前都贡献大盘多方涨点 那开盘就有好多档各股强攻涨停哦 我们先来看到今天开盘的涨停股 目前包含了光盛惠友 惠友已经好几根了 光盛建也是第二根 那上柜涨停板的加速就更多了 升全监是又亮灯工涨停 包含了金城科、泰鑫、星火罗跟惠智 都是今天开盘亮灯工涨停的标的哦 那目前看到GB200供应链 今天呢有续墙的指标 就是6197的加币期 目前的股价直接跳空开高 要来挑战涨停 好五月营收也要注意哦 因为有好多五月营收黑马股跳出来了 加币期就是其中之一哦 那加币期公布的五月营收是双成涨 年增快八成月增16% 外资虽然在高档有点小调节 但是今天的股价搭着营州力多又往上冲 包含了升全有比较低价的优势 目前的股价呢是大涨 涨停来到了54块2 五月营收年增一成月增了6.1% 外资连续两天站在买超 昨天股价攻顶创挂牌新高的5274的信华 现在是不是又要掀起高价股跟股王股后的争霸战呢 信华昨天是创新高 现在已经有外资把他的目标价喊到4500元了 这次信华呢 也有在Computex秀出他的电源管理新产品 而且说呢 要打入灰达的供应链 不只是Blackwell 还有接下来的Rubin架构 信华要来抢订单 那这个新晶片明年第一季就要出货了 那董事长强调人工智慧伺服器的拉货非常的强劲 夏季的营运看深哦 5月营收也是双成涨 创下近19个月的新高 我们看下间高价股的比价效应来了 红素是台积电供应链设备概念股千金股 红素目前勾上了1200元 大涨6%以上 尾影现在大涨4%来到2630元 那包含了 我们回上一页看台积电 台积电一开盘就跳空大涨35块 涨4%以上来到889块 台积电也越过了本波的历史前高咯 那另外M31A M31有凯基调高它的目标价 目前是把目标价喊到了1530块 M31今天也开高大涨了45块来到1175块哦 那我们回头来从台积电看一下 台积电的资本支出概念股跟设备供应链 台积电今天的股价在往上攻顶来到了894块 还真的要作发望久了吗 目前看到台积电资本支出概念股跟进上涨的 还有上品至胜 信鸿科以及君华 目前的股价都涨了半根以上 还有星云和春 M31也是台积电资本支出售汇股 那包含了万润 哇最近都在整理都没有动哦 所以在最近这很多股价拉回修正整理的台积电供应链 今天的股价都要大复活了吗 赶快来连线请教资深分析师林信副 信副早安 明的各位好大家早 好信副其实今天包含了货柜三雄的股价 也在发动攻势 我们等一下也来讲一下这个海运股 现在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哦 那包含了今天呢 像是万海现在大涨了7%多 万海呢现在又要来挑战涨停了 那目前的股价呢 已经往上再创新高 另外阳明海域 今天的股价呢也是再创波段新高 那包含了长荣 今天的股价也是开高哦 长荣的K线形态来看一下 目前也要来挑战本波前高229块半了 不过我们回头来看 今天是台积电概念股的天下吗 台股攻顶来到了21,900点之上 距离22,000已经非常非常的接近了哦 那其实台积电呢 接下来呢 马上他又要除息啦 最近呢 陆行之说 台积电哦 接下来明后年 他的季度配息 很有机会 每一季都给你配6块钱的新高 那他6月13号要除息3块半 除息行情呢是备受青睐 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哦 一个是黄仁勋昨天 送给这个魏哲家一个大礼物 就是他支持台积电的先进制程 还有COWERS调涨报价 另外一个大礼物是台积电 自己送给自己的 就是他宣布要买库藏股 这是台积电有史以来的第三次 要砸41亿元 总计呢要买回3249张 买回的区间价格是598块到1281块 好台积电现在真的要作巴望九 甚至是上看千金了吗 当然有机会哦 因为我们之前就讲过 以台积电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地位来看的话 20倍哦 或者说现在20倍出头的本利比 确实是不贵哦 甚至是物美价廉哦 虽然大家可能觉得说哇台积电这一波 已经从去年底的540550一路涨到今天创新高 已经逼近900块 好像短期之内涨很多 但是呢如果是以看价格的角度 跟看价值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觉得台积电为什么有机会挑战千金股 真的就是因为物美价廉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说到 辉达其实昨天的这个股价又再度的创高 而且是连续三天创历史新高 昨天的NVIDIA的这个股价也是啊 持续的往上冲哦 收盘是涨了5.2个percent 而且呢现在辉达已经超越苹果成为全球市值第二大的公司 是仅次于什么 仅次于Microsoft的 所以呢其实 回答黄仁勋的讲的每一句话 都带动了整个产业链非常大的震撼也好 或产业链非常大的未来的商机 那当然以今天台积电来说的话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股价 早盘是开在这个最高是893 894这里 那当然你手上没有的也不用在今天追啦 因为台积电最好的方式都是趁它有利空 比如说像上月 要买黑不买红 对对对买黑不买红 那当然带出来的这些所谓的台积电的相关供应链就有商机可期嘛 比如说我们早上还跟明乐在讨论 台积电现在要到美国甚至要到日本甚至包括像德国去设厂 所以呢这些所谓的设备的概念股 比如说之前有拉回整理比较久的包括像6187的万润 回测季线之后呢今天扫盘也可以看到有买盘增温的现象 那另外呢比较中大型的这个或者说比较中高价的个股 比如说像是这个3131的这个红缩啦 还有包括像是这个3583的这个星云 这个都是之前大概有拉回到月季线经过整理 幸福你看像6640的军华 他不是也是台积电的供应链吗 军华现在也是开高涨了半根 你看他最近都在整理的姿态 另外有2467的制胜 最近甚至还拉回回测到季线附近 那包含了你刚才讲到的星云之外 还有6667的信红科 他还有水资源相关的一个题材 信红科最近是拉回破月线 哇今天台积电的供应链都动起来了 但到底谁可以走得比较长久呢 我觉得这些都可以一起来看 那当然因为以台积电的制程来看的话 他出的这个产品越多 未来呢这些不管是耗材类的或设备类的 都会同步收惠 那当然前一段时间 因为他们股价其实坦白说 今年有的以来都涨了五成甚至一倍以上 所以股价在高涨区呢 相对来说震荡会比较大一点 那我们这边呢快速帮大家扫描一下 比如说像在封装测试的部分 还有像是371的这个日月光头控 你也可以发现其实今天真的是 大型电子龙头股的天下 日月光平常也不是特别活泼的股票 目前呢也涨了三块板 涨幅超过了两个percent 还有包括像是这个2449的这个晶圆电 这个位阶是比较低的 不过呢因为他现在股价还是在这个 季线之下 看起来还在持续整理打底张中 那近期呢主要是来自于投信的调节 另外呢在这个钻石碟的部分 还有光照盒的部分 分别是1560的中砂 还有包括像3680的加登 也是一样 这个之前都有拉回整理过 接下来是不是股价能够搭配台积电呢 有更进一步的利多反应 这个我们可以持续观察 不过好处是什么 好处是之前股价有拉回过 位阶并不算高 这种了解动 대 Waid 好处 Agency